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授 诸位同学 我们今天就是 今天我算是诸位同学的这个学分 我第四次来 最后一次来 差不多就像刚刚教授讲的学习快完成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一些 我们之前提的是 所谓的肺炎的这种有形的病毒 接着我们导入到后两堂课 后两次上课 这次第二次 就是下半集 这个是讲到心灵病毒 当然心灵病毒的话 就像刚刚教授讲的 其实它是贩子一切心灵的不安稳 我记得我在大概在二十多年 差不多接近二十年前 因为政府刚好那个时候 政府刚好有推了一个宗教法律 相关的法律 当然这个法律很糟糕 既不符合民主 也不符合合理的一个宗教自由平等的原则 那个时候很多长老 其实他很顾虑的 他就要我说 要不你出来吧 那时候对我讲了 就是你出来 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然后出来 现在没有太老了 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他说你出来弄这样 那出来弄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读到 刚好现在我们的副总统 卸任的副总统 陈建仁先生 他是公共卫生的 他有一篇文章 他提到2004年的一个统计 那个时候20年前 二年前 不 十几年前 应该说2020 2002年 2002年的时候的一个统计 刚好是我那个时候接触的时候 的当年的一个统计数字 他说美国 美国一年当中 属于广泛的精神疾病 所支付的那个费用 有600亿美金 美国 那台湾大概是美国的 十三分之一多些的人口数 换句话说600亿的话 我们把它除以13 你就看看看台湾 如果按照美国那个标准的话 要花多少钱 那这个还不包括台湾环境 相对是华人环境 比较压抑 这第一 第二 台湾人 对于有精神疾病 比较会及记忆 特别是在20年前左右 他更加会及记忆 那时候我是写一篇论文 要说服政府说 你不要对宗教这样子的不理解 这样对你国家不好 因为宗教整体来说 是国家的软实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具体的可以 对人民的精神健康 进行所谓的超前部署 也就是说宗教 我不谈佛教 我说宗教 特别是世界上几大的宗教 他已经经过时间文化的各种淬炼 他还能留存到今天 佛教 耶稣的耶教 或者是回教 这两个教是一神教 那佛教是非创造主 非神教 他是属于觉悟教 这样子 那还有其他的周边两者之间的 或者是什么 new age的这些 他说截取这两者之间 介于这两者之间 又要隐隐约约的跟你讲 世间有一个上帝 又要隐隐约约的告诉你说 有个觉悟的内容 new age大概就是这个色彩 这样就新时代 新时代宗教的话 是一个范称 早在诸位还是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很流行 那时候很流行 现在不太流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缺乏操作 缺乏操作 他一大堆听起来美美的理论 那些理论我常跟大家讲 我说那个理论事实上是 是珍珠奶茶 很容易喝下去 可是会阻挠你的正餐 最后你的精神状态 并不会比较strong 并不会比较坚强 并不会 所以你说要他来帮你 超前部署嘛 好像也做不来 但是佛教 佛教他就这样 佛教他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他在年轻人当中坦白讲 坦白讲 在年轻人当中一直被误解 误解为 那个佛教是老年人的 要不就佛教吃素 大概呢 大概呢 要少欲知足 我现在要交女朋友 我现在要交男朋友 我现在正在吃素 我还在长大 所以我吃素不行 那还给年轻人这种感觉 其实才不是这样 佛教主 特别是大乘佛法 主张吃素 但不以吃素作为 你修炼 或者你对心灵 超前部署的前提 请注意哦 换句话说 我不在意你吃不吃素 我很建议你吃素 但是你来到这里 假设你来到这里 等一下我要教你的 实施做法 我要教你的实施做法 我不会以你 有没有吃素作为前提 我不会 不是因为担心诸位不爽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 佛教的概念是觉悟之教 觉悟之教概念 任何人来到佛教面前 不需要任何前提 比如说结婚 结不结婚 交不交女朋友 吃不吃素 刚刚有没有去杀人 有没有做什么坏事 不会以这个作为前提的 只要你愿意走进觉悟之门 那么他都可以有相应的方法 跟你谈 这样诸位了解吗 我曾经在 现在我住的那个万佛寺 那刚好 那是过年 过年有个法会 那个法会呢 四天三天半 三天半 那三天半我看到 因为你就是那个法会 就一两百人嘛 那固定大概 心面孔 大概你也看得出来 他那个长相 就是佛弟子 但有一个人 就稍稍引起我注意 为什么 他年纪大概是中年 偏一点点老 这样子 就是极熟的中年 男子 人不高 人不高 然后大概一百 一百六十几 大概一百七以下 那再来呢 就是说他 人也不精壮 可是呢 他明显的动作什么呢 看起来就不像 不像是一般佛弟子 那我就说 这难得 来了 然后就在第二天的时候 大家比较熟的 法会第二天 我们是睡在 我们是住在寺院的 那我们在 他是男生嘛 然后我们寺院 是纯男生的道场 男的道场 男众的道场 有女居是在那帮忙 那住着也OK 但是基本上是纯男众 出家还是纯男众 要有女生出家 我们介绍他 到别的地方去这样 OK 那他就来跟我聊天 你知道吗 那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那千华寺有个地方 他就跟我讲说 师傅啊 我本来要到千华寺去 千华寺其实是在 恒春很远 然后说 那很美 千华寺真的很美 那那个地方很美 你怎么没去 他说 他就说 我怕千类 千类寺庙 还有谁住寺院 千类寺庙 那因为那思想 我就很好奇 我说 什么状况 怎么会千类啊 一般都是来寺庙 找师傅开示 心理要超前部署 或者心理要调整的 怎么现在你会觉得 你会千类到寺庙 寺庙有什么好让你千类 他就告诉我说 他是地下工作人员 他在三秒钟之内 就可以杀死一个人 那我说 那你杀过人 他说杀人无数 真的是这样 就是一个 眼前就是一个老 你不能说他招老头 就是一个老头 这样你看 哇 我倒吸一口气 那我就说 你家人 完全家人 完全跟他无关 都在国外 他们这种人都是 当年是知识分子 特别被吸收的 然后他当然讲了一些事情 讲一些 他是国家训练的 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我要讲这段话呢 我说连他 他们这一类人 心理塑造非常坚定 非常坚定的 三秒可以杀死一个人 你想 你想那什么概念 不是杀死一只狗 是杀一个人 是这样 那什么概念 他也要来 佛门 那我说 那你去过其他宗教 他说去过 当然这不设批评 他说他也去过 那他觉得 还是在佛教好 这样 我说 有概念 那后面的话 我就不再多说 我只告诉你 一般人能够像 这一类人怎么样吗 讲工作 叫做心狠手辣 讲训练 叫做意志坚定 讲知识 他知识很充沛 这些人知识很充沛 真的就 当然后面我跟他聊了好多 我告诉你 所有你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情节 对他来讲都是小儿科 这样就知道 包括运用高科技 都是小儿科 然后你所在电影当中看到那些耳鱼我诈 国与国之间的什么谁出卖谁 那个谁怎样谁怎样 乃至于反间谍 间谍的反间谍的反间谍 反到反到后来就乱掉这样 你听懂我意思吗 这电影就演的这些 对他们的经历来讲 都只是小菜一碟 这样子的人存活到今天 我问他说 好了 说完了 然后我说 你来庙里干嘛 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只要听到那个声音 闻到那个香的味道 我都free了 我都放下了 我就觉得好安稳 然后我说 你拜过这个吗 他说 在网路听我讲课 我那YouTube上面 就是法尚法师嘛 YouTube上面他都有 他在网路上已经 follow我很久了这样 所以他才来 这样 然后他也明白告诉我 他不会来第二次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的足迹 最晚在三个月之内 就要被抹除 没有任何情况之下 他不应该到某个地方 state 超过五天 一个礼拜以上 他们是随时被追的 因为他们身上带着很多的 不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是被追踪的 那他也是国家的资产 就这样 我跟他没有任何私交 他来这里也跟 他的工作毫无关系 我只要跟你讲一件事 他仍然就是 一个人而已 他仍然需要面临 面临什么 心灵上的部署 所以诸位 如果你对于宗教有需要 你对于心灵上面的调整有需要 那是刚好而已啊 你不是弱者 你也不是病者 你在某个意义上你是智者 因为你发现你需要调整 你想想看 口渴的时候你找水喝 这有什么不对的 肚子饿的时候想要吃一餐 从来没吃过的特别饭 我还去网路上找一下 这有什么不对 心灵上面需要找寻一个 一个支撑 一个新的方法 一个调整的方式 这很自然的事 这应该是有智慧的人才会做的事 有主见的人会做的事 诸位 是这样子的 所以千万不要被一种感觉想 哎 那个宗教那个都是心里有点问题的啦 那才会去啊 正常人应该在那里打球 应该在那里练身体 这样叫做积极面对人生 然后某人去寺庙 某人去教堂 那个人有问题哦 这种观念很糟糕 非常糟糕 真的很糟糕 我问你 我问你 如果你为了让你将来能够做大事业 然后你现在去健身房 你觉得怎么样 说一下嘛 觉得怎样嘛 你说 OK 没干嘛 我说假设有人要这样做或者你要这样 你去那里做你会觉得怪怪的吗 不会吗 哎 啊你未来要用你的心灵做大的事情 我去健身房 我去心灵健身房 怎么会被说成心里有问题 怎么会说马上就有同学跳出来 哎不要太迷信 我咧咧 什么叫不要太迷信 我从大学时代 我大学时代就怎么样 就理平头 大家现在理光头 我大学 我陈大悟你们 你们知道 我大学时代 二年级我就穿深鞋 我觉得这样好凉 这样六个洞 好凉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永远不会丢掉 因为没有人会穿到我的鞋子 第二呢我都穿灯笼裤 因为我我参加国宿舍 我练螳螂拳 所以灯笼裤一条 宽宽松松松的 怎么做都好这第二 第二第三我在教室里头 我都打我都打坐 看错 干嘛 没事练 老师讲课我练心 但是我不能耗着 我练我的腿子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两只腿 双盘直接手不用动 嘣嘣就盘上来 很听话 这样 然后这样子 我这样大概过了 差不多一学期的时候 就有老师跑过来跟我讲 某人啊 因为我 其实我是第一志愿去读物理系 我是指成大第一志愿 就是我成大的成绩 就是我任何一科 包括电机我都可以去读 但是我选的就是物理系 我来成大读就是读物理系 我反正这个人很怪 大家都知道 我还没有到成大物理的时候 那个我在成功 我在成功领的那个训练 就拿了两个 两个 两个嘉奖 两个 两个叫做小工 就进到系里 所以我还没来系里 系里的老师都认得我 然后我们的同学都想 都觉得我很不爽 看我很 很拽就对 其实没有啦 我这个人很OK的 也很谦和的啦 只是说他们看我在军中表现得很积极 这样子 那好了 我就到 我就去诚大读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 所以教授都很认得我 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某人 我姓梁啊梁同学 你不要太迷哦 你现在大二 你应该要准备研究所 或者准备 国外的那个 我们那时候流行国外读 物理系都流行在国外 不要太迷 我看你穿成这样 你也吃素啊 你也吃素哦 他就好紧张这样 然后一直讲不要太迷 哪里是这样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刚不讲吗 如果你为了要让你的身体强壮一点 看起来有肌肉一点 将来比较好交女朋友 你去健身房 有人会说你太迷吗 那你要让你的心灵强固一点 你去宗教 那就是你的健身房 怎么会有人就这样子 毫无评论的就说你太迷呢 然后你也会怕到 你会觉得 哦 是吗 对哦 都没有人去了 哦 那我就不要去吧 我觉得这样子 别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不想说了 成大学生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组建 不要这样子 真的我没骗你 你去哪个宗教那有都OK 应该要训练强固的 超前部署的心理力量 为什么 因为后来我写那篇论文的时候 我是对于台湾政府 在宗教管理制度上面的态度 有个本质上的违宪的问题 所以我就找到了陈建仁总统 他的一篇论文 就讲到说 美国精神疾病的话耗掉多少钱 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说如果把他导过来看 我国的人民如果心灵上懂得去超前部署 那他可以预防各种疾病 心理疾病 那这样的话 国家不就省掉好多钱吗 而且你知道的 生理上的疾病 你很容易的就让他进医院 大不了就是给什么 给医生管理 可是精神症疾病很麻烦 送进精神病房的话 就是吃那些压抑脑反应的药 人吃下来就真的是顿顿的 今天再怎么样好的药 都有这种压抑脑 脑神经反应 过度兴奋的这个功能 你要知道 他这一压抑的结果 是整体的思考能力 跟创造能力都可能被压抑 都可能这样 所以这样子对国家的人力资源 并没有好处 第二 第三的话 这一类的疾病往往家人 不忍心送去 为什么 因为要不就打针 打那种镇静剂 要不就吃那种药 然后本来人形还认得你 还成个人形 但送进去几个月出来 很可能就不认得你 甚至不成人形 所以在华人社会里 基本上基于人情味 家庭观念 还有整个社会上对待 精神疾病的看法的不同 等等这一类 其实我们要耗出更多家人的力量 比如说一个人有精神性疾病 你就要变成有一个到两个去陪伴他 而且你又没有方法医疗他 然后你又觉得西医的那些药丸 只是压抑对你身体没什么好帮助的话 结果你会一直依赖药物 然后依赖越依赖越多 你家里的这A跟B去照顾他的就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概念是什么 他本人不能够在职场当中 另外这家里的两个人 他的人生 他的人际关系也可能被影响 甚至于他们两个人 甚至于必要的话 还得要辞职或者办新工作 人际关系的损耗 工作当功能的损耗 经济能力的损耗 同时还要付出他的医疗费用 你想想看这样一来一往 家里要是真有人精神出状况 你自己想想看 会有多大的国家家庭经济负担 特别是又在少子化的情况 真的 诸位 这堂课要提醒大家是 这种精神性疾病 或者精神性的这种流行病 它已经是一个流行病 不要以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最近才有听到 很令人意外的 那个人怎么会呢 那就是这样了 还记不记得早年 可能你们这个年龄 不太记得这个人了 金凯瑞 美国一个 一个校匠 他长年以来 都是被忧郁症受伤的 你上网查一下金凯瑞 大概 教授这个年龄一定对他很熟悉 但诸位可能并不熟悉 他大概是二 大概在十多年前 他还有戏 但是他最近就在画画 在画画调生 很辛苦 我看到他的那个报告 报导很辛苦 那你想想看 这还是他已经赚过钱 他有办法资争 他这种生活 所以诸位 记得一件事 不要轻易的看他 没事 第二 他是流行性疾病 第三 他会影响你 以及你的家人 无论是你 只要你的家族当中 你的家人当中 有人 有这个疾病 对你来讲 就已经是影响 对这个家庭来讲 就是经济影响 第四 注意听 你不但要让自己的心灵 超前部署 让自己够坚强 心理上够坚强 这是你自己对家庭 对你未来人生的责任之外 还有一个 你还得学会医疗你的家人 我告诉你 你的家人如果生病感冒 你大概会教他什么样 多休息 多喝水 不要拖出去 多怎样 不要喝冰水 你大概懂得这样 请问 如果你的家人 有精神性的压抑疾病 忧郁 你只是觉得怪怪的 你能够给他什么建议 请问 你甚至于给不了建议 你除了找精神医生 或者看网路上那些怪怪人 讲那些怪怪话 然后你也病急乱投医 你还能怎么办 所以今天这一堂课 最终要教诸位的是 你自己怎么坚强 你自己的精神状态 几次 你必要的话 你还可以拿来 我不是叫你当精神导师 不是 你可以拿来很简易的 让你周边的人 特别是你的亲人 能信任你的人 他也能够缓和他的神经 精神 注意哦 我没有叫你变成精神医师 我也没有叫你变成精神医疗者 你也不要以后在网路上被我看到 你曾经上过法上法师的课 然后你突然间出去外面 变成人家的精神导师 然后再教人家 教人家打坐 教人家怎样 千万不要这样干好不好 但是我会教你这些 不会很难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自助就好 不能拿去外面 不要拿去外面瞎搞 为什么 因为你在外面遇到状况更多 那不是你能应付的 但是我可以教你们一个基础 这些基础 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的医疗 但是绝对有办法 让你在病灶相对要严重之前 你hold住他 我教你的不是压抑 我也教你不是用转移 才不是的 佛教从来不用转移 佛教以后有一种讲法叫转念 转念跟转移不同 转移就是谁啊 精神有压力 整天晚上玩手机 这叫转移 那转念不同 转念是直接面对问题 然后有更加光明正确 这个有效的 强而有力的念头 能够cover过你的负面思想 这叫转念 喂不一样啊 不一样 那我告诉 那我说哪一例 哪一个叫做转念 哪一种叫转念 那个特效药赶快交给我 对不起啊 我不是交给一例特效药 我还交给那个原则 那个挖掘正向力量的原则 你可以有 我告诉诸位 精神疾病百分之九十 不百分之八九十 大概都是你自己能医 别人很难医 别人只有药物 所以西方发展到现在 只给药物 不然还能怎样 你一大堆想法 我就让你不要有想法 就冷静下来 它那个叫做症静剂 但是有时候不好听 然后就叫做什么 精神疾病的药物 没有错了 精神病当它发展 忧郁症 当它发展到过头了的时候 你脑子里头 确实会产生病变 这样懂吗 产生病变 就是说脑子里 你的脑细胞当中的某一部分 的脑神经会灰白化 会失效 失效也就是说 你头脑在思考的时候 它是需要靠 你的记忆 推理 分析 等等能力 进行对事物的理解 但是呢 它在理解的时候 它会跳痛 它本来的 你本来的经验 是由A到B走过去的 现在它A 也想要到B 但是会不会转到C那里 因为走到B那里的那条 那条神经线路 确实白化 走不动 那你怎么想 你都会想到C 你本来正常人会想到 A到B这个状态 然后他就会想到C 你会觉得很正常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自觉 那这就是我们说 他已经到达生理病变状态 他的生理 他的生活治理功能 已经受损 我们不希望他走到那里 那么即便是走到那里 就佛教 或者就一般宗教来说 他有两种解决方案 他也不希望用药 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 神 一神教 他会用祷告 祈求什么 祈求神的 加持加倍 这点要靠信心 这点要靠诸位的信心 当然我不是一神教 所以我就没办法教 也可以告诉诸位原理 但是基本上 佛教也有这个功能 佛教跨两边 属于这个的他也有 那叫做神起 神佑 神佑 庇佑的佑 神佑 或者神加持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是 自我的这个意志 也不要意志 就自我身心调理的转化 他能怎样呢 他能这样 你知道有些人 有些人平常爱运动 但现在你知道 有些爱运动也不一定成功 我们看过好多案例 有些名人 他也平常都保持运动 保持一年都做身体检查 但是一样猝死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运动方法 不一定适合他 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 同样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讲说 假设他的运动是适合他的 我们知道有些人心脏病 他心脏的某一个血管阻塞 但你知道心脏阻塞分两类 一类是立即性的阻塞 那就是中风状态 心肌梗塞 这是一种状态 不是中风 心肌梗塞 意义上是中风的一种 是这种 那急性的 那就没救 另外一种阻塞是怎样 他慢慢阻 他慢慢阻 这种情况他透过运动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他会在心脏另外一边 自己自主再长出一条血管出来 这在临床当中真的发生 而且不是一人两人 后来也就变成所谓的心导管 做心导管概念就这样来了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他这里走不通 慢慢走不通 慢慢走不通 他生理上 他生理上自己会知道说 这里不通了 流量太少 我要慢慢再长一个流量出来的 走出来 他还会这样 那其实是微血管 转型成大一点的血管 慢慢壮大 然后这个既有的血管慢慢萎缩 当然这个朱卫塞去看临床 有这种情况 那心理上也是这样 第二类的医疗法 是佛教的另外第二类医疗法 那就是这样 透过不让他恶化 慢慢的让他调整成为心灵上面的另外一条通路 也就是本来A到B 现在你那个A到B被焦被白盖化了 A走不到B 结果你的思想很怪异的走到C 那你又形成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没有错 可是在还没有走到那样 或者还没有完全断然的不能自理之前 他在可无之间 也就是说他自己会在 好像对又好像不对 这样想好像不太对 但是不晓得怎么办 我已经没办法 这个时候你导引他慢慢在对的方向 他会重新展出一条路来 恢复A走到B 就像我的心导怪一样 他是可以的 佛教来讲这种情况是可逆的 可逆 修行 透过修行是可逆的 诸位 原理你这样懂了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修行 修心 强化心灵的方法 事实上是有效果 有医疗效果 有预防功能 强壮功能 也有修补功能 他不是西医上所看的 只有什么 只有压抑性的做法 我无意批评西医 我也没有说 我这个说法完了 你就不要去找西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你愿意 你可以完全按照西医的方法做 但是就宗教的医疗角度来说 第一种就是神的加持 他是效果直接很快 但是要看人 要看你的信心 第二种就是透过佛教的修法 修炼方法 那么他可以转变 慢慢的转变 长出一个新的路子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转念当中最为更 最为明显的一种有形转念 无形的转念就是什么 无形的转念就是 你本来价值观是 老是错误 比如老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老是觉得自己怎么样 老是觉得自己不是 交不到女朋友 完了 我就很丑 然后我很糟 我很这样 然后慢慢很负面 那甚至于看到别人在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你会嫉妒 你会愤怒 最后你会忌愤在周边 那今后这些不会有 这叫做转念 转念不叫转移 我再说一遍 转移直靠时间跟专注对象的不同 暂缓的处理 但他本质上没有处理 可是转念却是广泛的 把既有问题面对解决 那么我们佛教教育大家 并且指导大家要做是这个 那这个到底具体怎么做 就好像说我去健身房 健身房健身老师也不是叫你 马上就拿哑铃啊 对不对 也是要做一下暖身运动啊 然后就问你说 你是要练腹肌 还是要练胸肌 还是要练手背 还是要练背后 你打算是要健康就好 还是要去参加健美 目标不同 当然训练方法不同 诸位 那你来到 你来到宗教 特别是佛门的心灵健身房 你打算练什么 你打算练什么 练什么啦 讲一下会怎样 练什么 练什么啦 免费 free 我告诉你好不好 练一种就好 记得练一种 一种就好 那种打遍天下 要是说真有一种练肌肉的方法 可以练出全身 既健康又健美 要比赛也可以 要健康也可以 要秀给女朋友看也可以的练法 那这种练法你要不要 要不要嘛 要不要啦 这要什么 要像我们这种内行的才讲得出来 才有这种方法 我告诉你 那种菜鸟教练 还不一定教得了你这个方法 有一种课程 有一种课程 是专练这个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会过来讲 也就是说 某一种课程的目标 建立对了之后 你几乎是 各种心灵百病不清 什么百病 将来 女朋友跟人家跑了 男朋友对你不好 或者你去看电影 本来你女朋友跟你讲说 今天没空 但是你去到电影院 发现 你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去看 你会不会很火 不是是火而已 broken 你的心broken 是这样 好 再来 你爸爸对你妈妈不好 你妈妈某些行为不好 你的兄弟对你不好 你的老板对你不好 你的朋友背叛你 你的闺蜜 抢走你的男朋友 哇哩嘞 这一类的人生再悲惨 没有我说的这些了啦 各类 我告诉你 那种健身房的训练 听听说 都能应付 你看要练这个才管用 练别的不管用 你知道 沿水练排水的方法 然后地震练排地震的办法 这个不是办法 我要练一套 佛教有一套方法 有一个概念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佛弟子 或者所有的老师 或者所有的师父 都会教你这个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长年以来 关心现代人 我自己也是做一个现代人 我也是面临很多很多现代问题 有老中青都有 老中青 甚至于也有那个小学生 他告诉我他想自杀 哇我听得很shark 是这样 那当然他不敢跟他妈妈妈妈讲 是这样你很难想象 这样 所以我们面对相当多的这种问题 那当然佛法不可思议嘛 佛法它是觉悟之法 它会教导你 怎么看待问题 最后看待问题之后 我们萃取出来 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核心方法 那么呢 我知道杨老师 有跟你们讲讲小使官啦 好像还跟你们放一下 某一位师父 对不对 那位师父其实是我的戒指 戒指的意思就是类似学生了 是我的类似 也可以这么讲 他早年在这个屏东得戒的 那我是他的戒师父 所以他也很优秀 他讲的都OK 那这些呢 这些在我们等一下 要教诸位的那个 心灵健身房 请记得啊 心灵健身房 所要教的课程当中 那些都叫支撑 但不是核心 你没有一个核心的话 你那些叫做技术 技术可以 技术我也会讲解 但核心才是重点 核心呢 他骗一切 也就是说 心灵健身房 宗教给你的心灵健身房 他呢 要求的 有几个要求点 第一 他随时都会让你有练 练精神的机会 他要求你 二十六时钟 任何时间都要练 都要练 然后再来 那个练 我问你 练跑步 撑个四十分钟 你就累了嘛 对不对 练举重 你能撑四五分钟 你就很强了嘛 对不对 那肌肉要休息嘛 对不对 那会疲累 也会over过去 对不对 肉体上面的练会这样 但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听得很兴奋 真的 我跟你保证 你看我的笑容就知道了嘛 这个不是诡异的笑容 也不是拿来 对你们赚钱用的笑容 出家哪有跟钱有什么关系 这是用愉悦的 也就是说 我们真正经营在这种愉悦当中 的笑容 是什么呢 练肌肉的训练 绝对是有时而穷 而且越练 当然啦 你也说 我有个肌肉了 很好 但是不练它就没有了 这第一种 第二种 你练它 你其实是要耗费体力 而且是要撑一下子的 你没办法一直撑 所以练完 你就 今天的cord做完了 等明天吧 顶多是这样 懂吗 你不会很愉悦的想去练 因为它总是 疲累流汗的 当然有人说 流汗很舒服 流汗很舒服 是啦 是啦 但你不可能一直做 对吧 但 但 心灵健身房 让你到庙里来做 让你在家里做 让你在任何时间做 你只要抓对窍门做 注意听啊 越做越高兴 越做越满意 越做会越欲罢不能 它自然有这个力量 所以他不会觉得 今天做完两小时了 体能训练要够了 不行了 我体力不够了 才不会 他做了会越做 越relax 越做了会越闻到那个味道 越做会越觉得舒服 我最近还有一个例子 我自己也忘了 我自己这把年纪了 有时候也会忙 你知道吗 那忙的话就没什么时间 继续在重操就业 是这样 结果呢 我这次去到台北 有一家素食馆 讲素食馆也不对 它其实是一家什么 在深山里头的蔬食餐厅 没有菜单的 只有人头 没有菜单 然后呢 它多有名 远到法国 中国大陆的什么富商 教授 艺术家 他来台湾不吃素便霸 乃至于不吃素的 他们都要去那里朝圣一下 哇 有这种地方耶 在哪里呢 在那个 在那个汐止的山里 从汐止山下进去 还要开车 20分左右 如果你开得顺的话 如果你开得不顺 走走停停 找找位置这样 的话你恐怕开半小时 台北耶 我是指汐止山下耶 如果从台北101开始开 你要开多久 好歹也要一个小时吧 人家络绎不绝 还要预先去 预约 不过我们那天去的话是周四 然后再来呢 没有 又下雨 然后再来又 又疫情嘛 又疫情当中 所以人相对少 然后他 然后围去的时候呢 做公众人物 有时候就是有这种麻烦 马上就被老板认出来 然后抓到野生四法杖这样 然后他就说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然后我就觉得 又要应付人 我们这种人最好到外面去都没有人认识 这样比较relax 现在又有人认识 然后后来老板就带着我到处看 看完了他也忙嘛 老板嘛 老板要指导厨师或者应付人 他就去忙 他吃完要吃饭之前 居然只是喝茶 然后看看之后呢 他告诉我 我先想看 我先想看 对 我说错了 我们吃完饭 吃完那个饭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 那吃完之后他就说 老板等一下来 他的那个waiter 都穿着那个古代的制服 他带我说 老板说有那个未开放的禅士 注意听 这不能写了 禅就禅宗的禅 修禅定的禅 事就是那个教室的事 禅是未开放 然后我就说 好好啊 出家人这种地方我最想去 那你知道我带多少人 你知道 我带了两位企业主 一位设计师夫妻 两位师父 这样子总共七个人 七个人 就这样 那吵吵嚷嚷嘛 本来是串饭嘛 吵吵嚷嚷嚷 就一进去那个地方 进去那个地方 他们就说 哎呀 那个老板都说在这边禅修 哇 我告诉你 有小溪 那刚下完雨 那个水 重重作声 第一 第二 中午有禅明 夏天了嘛 有禅明 再来 禅明之外呢 有徐风 因为他那个是山谷 有清风 清风禅明 牺牲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哎 我就想 哎 这是惨事 你们 你们谁园 我要坐禅一下 你看 那是很杂染的环境 还是我带人去的嘛 很杂染这样 我就 人家既然惨事嘛 你虽然啊 你们谁园 你们要干嘛 干嘛 反正我们跟他约的时间 还有二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嘛 你们这样 别吵我 要去干嘛 你去干嘛 然后他们看师父这样 很无聊嘛 那桌上有两本那个佛书 你知道吗 那是画册而已啦 还日文的 画册画册这样 你们去看 我就坐着 往那边 毫无准备 等一下我会教你们怎么准备 那当然我们这种老鸟 就不准备 我们就坐 我也没有把坐垫做好 因为他的坐垫 丹丹丝丝的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长衫 算了啦 就这样随便坐 这样 结果我一坐 大概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不省人事了 就周边声音就不见了 我起来的时候 他们是不得已 因为他们时间才到 老板来看我两次 不敢吵我 不敢吵我 然后最后 最后跟我 最后 我们不是有两位师父陪我去吗 然后其中一位是当家师父 他就追我 不得已来我旁边 这样 就点我一下这样点 基本上禅修的人 基本上禅修的人 是不能够随便被碰 他会惊吓 这点我等一下要教你们 但是他不得已了 他就 他的隐庆 用声音可以 这样子可以 我今天没带来了 就是 一下可以 那他没有 他就很小 动我一下 其实我们很敏感 我马上醒来 醒来我就说 哦 哦 好了吗 我好像觉得三分钟而已 不是 我已经坐了三十分钟了 十倍的时间 咻就过去 诸位 你们也可以 你们真的也可以 你知道吗 那像是洗 洗过一场心灵的澡一样 那算是脱胎换骨一样 你只要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能得到这样 你说 你说有 你说哪一种心灵训练 可以这么棒 而且没不减时间 不减对象 不减周边 谁在旁边都一样 我只是说一说 我就灯灯 我就坐下来就可以 诸位 这可以让你的心灵 多强盛 你知道吗 我们下一堂课 最后一次 也是你来上这堂课的 最后一次 跟我的见面 我们将要把它讲清楚 好不好 那我说过 那是什么课程 我还没讲 那是一个课程 那个课程很重要 这个课程 你可以用一辈子 那我们下一堂课 OK 好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敌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端午佳节亲子活动 大手拉小手 香包手作客 羊毛沾香包 材料使用费100元 工具老师提供 招生对象与人数 10人满班 7岁以上大朋友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可由一位家长陪同 日期6月22日星期四 下午2点开始 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尔段478号 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报名方式 踩线上填写表单或是电话恰询 沿路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6月24日上午8点半 礼拜要师饱餐 宫请战山法师领重 下午2点白财神法会 宫请慈人格西组法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我 71 当于也是 開始 川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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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